新冠疫情爆发至今 各年龄层中目前仅剩5岁以下的幼儿 还没有开放施打疫苗 对此金融市政府方面宣布 从7月22号到7月31号 将安排全市1万1千多名 6个月至5岁的幼儿 施打第一剂幼儿专用莫德纳疫苗 中央在21号疫苗会送到卫生局来 那所以我们规划是从7月22号开始 我们会提供我们辖区里面 6个月到5岁的小朋友 提供他做第一剂的疫苗接种 那这一次的疫苗接种主要是莫德纳疫苗 那他虽然是莫德纳疫苗 因为小朋友体积比较小 所以他现在他的剂量 大概就是我们成人的2分之1 也就是说我们大人的话是打0.2mg 那小朋友的部分是打0.1 那他的那个瓶子是 这一次的药剂是有特制 就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 那一瓶大概2.5cc 那我们可以打大概10个人 由于金融市6个月到5岁的幼儿 已经有将近3500人染疫 卫生局方面也特别提醒家长 染疫的幼儿需间隔3个月后才能接种疫苗 因为我们的疫情之前进行的比较早 那所以其实我们有蛮多小朋友都是有染疫的状况 那如果有染疫的小朋友就要记得要满三个月染疫后 三个月满三个月再来接种 所以一定会有疫苗所以家长不用担心 为了方便幼儿施打疫苗 金融市这方面已经规划7区分别开设施打站 建议家长依据规划的日期前往免预约即可施打 连着两个礼拜大概都是22 22 23号 还有29号到31号这中间 那就含瓜非假日跟假日的一个时段 那一整天的话像中正区就在中正区公所 那我们的七堵那就是在七堵区卫生所 那暖暖的话是在定祥林慧堂 那仁爱区是在仁爱区公所 中山区是在中山区卫生所 那安乐区的话是在进市场 那信义区的话就是在信义区卫生所 那就在刚刚我讲的这些时段 他们会一整天在所内或者是在大型接种站 为民众服务 所以民众是谁到谁打不需要预约 除了七区开设的施打站 金融全市19家合约医疗院所也提供幼儿疫苗施打服务 为家长把握时间带着家中的幼儿 前往施打疫苗提升保护力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